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幽灵战队》 汤姆和小伙伴维克开发了一套威尔系统 并且与军方合作 进行实景反恐演练 维克的女朋友就是一名女兵 她也参与了这个实景演练 但因为自己的疏忽 差点被炸掉一条手臂 退出系统后 中士非常严厉地训斥了她 因为今天是周末 汤姆准备带维克去玩点刺激的 将基地中的设备带到了废弃的监狱 准备在这里实时搭建一个场景 此地阴损恐怖的气氛 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座隶属于英国政府的废弃监狱 曾被迎来拷问与911事件有关的恐怖分子 很多犯人进来了就再也没出去过 汤姆此行的目的就是抓住这里阴魂不散的幽灵 好发一笔横财 很快他们就在监狱的各个地方安装好了扫描器 汤姆接到了图像 系统弹出了警告说有为之错误 汤姆没有理会 另一边维克的女友发现他骗了自己 他根本就是出去浪了 跑完步的他正在洗澡 没想到变态中视竟然光明正大的走了进来 还想对他下手 幸好女友及时掏出了遗规里的刀 才逃过一劫 他一刻也没法在部队里待着 打听到了维克所在地 骑车前去找他 维克和汤姆为自己的小伙伴们接入了设备 将他们传送到了使径监狱中 无数的敌军向他们涌来 但他们的炮火也很猛烈 完全能够驾驭现在的情况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栋监狱的幽灵也被汤姆上传到了使径系统中 在游戏里的监狱保安出现了很多幻觉 晕了过去 一个手握铁锁的女人出现 干掉了所有敌人 还想对他们下手 幸好他们及时的退出了游戏 保安吓坏了 他说游戏里出现了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 突然扫描器出现了异常 汤姆独自一人前去更换设备 维克则在朋友的要求下让他进入了系统 给他设置了一个情色环节 同时女友也到达了监狱 一群人会合在这个小房间里 然而进入虚拟事件的那个男人 突然开始出血 身上多了很多伤痕 电脑屏幕上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汤姆这才说出实情 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非实体幽灵 现在需要有人进去找到这个幽灵 利用特制的枪击倒他 然后才能够将他们的朋友救出来 很快小情侣就和熟悉地形的保安一起进入了游戏 但他们没想到这个幽灵的能力这么强大 可以随意更改地形和隐身 女友很快就和另外两个人走散了 完全没意识到幽灵就在自己身边 她被幽灵绑了起来 无数关于幽灵的记忆在她的脑海中闪现 原来幽灵当初在这里遭到了残忍的虐待 而虐待她的正是想要猥亵女友的那个忠视 此时变态忠视 跟踪女友来到了基地 关闭了所有的连接设备 女友正好这时退出了系统 打晕了忠视 汤姆说如果不重新连接设备 维克他们就再也出不来了 女友只能照做 汤姆也查到了幽灵生前的资料 是一个智商超高的恐怖分子 幽灵因为生前遭受到忠视的虐待 导致她现在只想虐待男人 汤姆决定自己带着忠视进去交给幽灵 然后救出队友 正在幽灵要对维克下手的时候 忠视进入了虚拟实景 幽灵感应到了仇人的到来 自然没有再理会维克 很迅速的就把忠视解决掉了 活下来的三个人也顺利的退出了游戏 汤姆为自己抓到了一只幽灵而沾沾自喜 丝毫不觉得自己牺牲了这么多人命 有什么不妥 为克和女友气氛的准备离开 但他们却发现 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打开监狱的门 外面什么也没有 原来他们还在虚拟世界里 是幽灵设计好这一切 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回到了现实 他们立刻前往疏散口想要退出系统 汤姆还沉浸在想要抓鬼的幻想里 结果自己被幽灵给弄死了 而小情侣就被困在了幽灵 为他们设计的场景中 应该也是命不久矣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节气少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